我们人类也许会觉得,了解这个世界,越大越宏观,越倍加要重视 但是,在高维度生物的眼里,却恰恰相反 宇宙的秘密,其实隐藏在微观世界里 真实的神话,信心由你,大家好,我是启文 我们生活的世界看似简单,其实非常不简单了 牛顿让我们全面认识了宏观世界 而爱因斯坦又为人类打开了微观世界的大门 这两位科学引路人,让人类认识了世界最重要的两个结构 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 所以宏观世界就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 比如像是人类啊,地球啊,做这些事物呢,它就是属于宏观世界了 那微观世界就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 它必须借助一定的仪器,比如像是显微镜,摇杆气 才能看得见或者感受得到的物质世界 比如像是原子啊,粒子和引力波等等 科学家们一直以为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世界 要了解世界,就必须全面了解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 只有把这两个世界弄清楚了,才能揭开宇宙的真相 不过呢,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啊 科学家们发现了,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存在着某种位置的关联 或者完全没有界限 那至于是什么关联,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不存在界限 微观世界包含着宏观世界 宏观世界就是微观世界的体现 那如何来理解这句话呢? 简单的理解就是说呀 宏观世界的真实面目可能就隐藏在微观世界里面 因为宏观世界就是微观世界的体现 如果我们弄清楚了微观世界的真实面貌 就相当于弄清楚了宏观世界的真相 人类就是一直想弄清楚这个宇宙的大小和真实的结构 可是呢,人类努力了几百年 使用了各种的技术手段 始终无法弄清楚宇宙的真实结构和大小 我们不是经常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吗? 人类了解宇宙都是通过宏观世界的方式去了解 但是事实表明,这种方式有可能是错误的 人类用宏观世界方式努力了那么久 都无法弄清楚宇宙这个真实的大小 那为何不改变以下思维 选择用微观世界的方式去了解宇宙的结构和大小呢? 有可能宇宙的这个真实结构和大小 它就包含在一颗小小的细胞中 当然了,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因为当这个科学家们利用特质的显微镜 把细胞放大到三千倍之后 发现其内部的结构 与我们人类所看见的宇宙结构是极为相似 那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学堂的时候啊 学习到人体的细胞只有细胞壁、细胞膜、细胞核和先离体 这种结构,对吧? 那以为细胞就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物质 后来呢,我们发现错了 细胞结构的复杂程度啊 是远超人类的想象 德国的生物学家 西奥多·施万和马蒂亚斯·施莱登认为 细胞是生物的基本粒子 而德国的病理学家 鲁道夫·菲尔少游说 一切细胞都来自细胞 由此人们认识到了 每个细胞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单位 一个细胞中包含了一个生物的全部信息 在人类的科学实验中 小白鼠的细胞欺骗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实例 在这个高倍的显微镜之下 呈现出完整的小白鼠的形象 包含所有的小白鼠的信息 那这一点呢 在现在的生物技术中已经是得到了确认 人们也不会再有什么质问了 可是如果我们在几百年前 一说从人的身体上取出了一个细胞 能再造出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人 谁能相信呢 准会说这是一种迷信或者是神话了 但是呢 现在的生物技术已经能把这种神话变成了现实 西游记中 孙悟空从身上拔了一根毫毛 吹了一口气 变成了许许多多一模一样的孙悟空 人们至今还认为 这个是神话故事 如果要是按照生物学中的全新理论来说的话 这个可就不是什么神话了 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因为在一根的毫毛中 确实存在着许许多多宋悟空的信息 只是这个变化过程 现代人还无法接受 可是再过上几百年 人们可能在几分钟之内 就能克隆出一只鸡 到了那时候 人们的观念啊 就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就不会再怀疑了 因为许多的幻想和神话啊 都已经变成了眼前的事实 那聊到这儿 可能有的朋友们会有很大的思想反应 呀 觉得七文扯得太离谱了 其实啊 如果我们能够改变一下固有的这种思维方式 那很多未解之谜就会迎刃而解了 咱们大家都知道 一个细胞里含有46个DNA 在这46个DNA里面呢 还有总数为30亿个碱基队 那要是把一个细胞的30亿个碱基队 正确无误的排列在一起形成DNA 至少是需要几千名的顶尖的科学家们 要花费几十年和几百亿美元才能够完成的呀 那即使人类完成了这个细胞DNA的碱基队的排序 还是需要制造细胞的其他结构 然后再把这些结构完美无瑕的与DNA进行结合 这样才能够制造出一个真正的完整的 就正常生命活动的细胞 那制造一个细胞的难度啊 可比制造一艘国际空间站 实施一次登月 制造一枚原子弹或者导弹的难度啊 要复杂几十万倍呢 这个也是人类至今无法攻克癌症实现有声的原因了 因为细胞实在是太复杂了 以目前人类的这种科技呢 连一个细胞都制造不了 更不用去全面了解存在身体内 亿万个有差异的细胞了 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出 细胞的复杂程度堪比宇宙 甚至比宇宙还要复杂 细胞如此复杂 那它包含的信息肯定是很多了 至少包含了整个宇宙的信息 既然细胞有可能包含着宇宙的真相 那人类为什么不选择从细胞的内部结构 去探索宇宙真相呢 如果一直从宏观世界去探索 可能永远都无法了解宇宙的真相 因为宇宙大到人类根本无法想象 而微观世界它就不一样了 人类在这个理论上啊 是可以有这种能力来弄清楚 微观世界的真实面目的 如果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没有界限的话 那么我们可否这样来推测 在微观世界里面存在不同层次的窗户 每打开微观世界的一扇窗户 那对宏观世界的宇宙的认识就深入了一点 当我们打开微观世界最里面的那扇窗户的时候 宇宙的全部真相 包括宇宙的取缘 宇宙的大小 宇宙的结构 将全部展现在人类面前 人类也彻底地弄清楚了宇宙的真相 从而实现了文明大升级 事实上 每时每刻 你的身体中正在进行着一场大战 在我们每个人的体内发生 这是关于病毒入侵的故事 细胞的生死之战 这就是由英国广播公司 BBC制作的精美大片 细胞的暗战 为我们所呈现的史诗般宏大的场面 这部影片是从细胞的内部世界 揭持了人体细胞系统的精细机制 宗旨的安全防疫系统细胞膜 它是密切关注审视 每个进出细胞的物体 细胞架 它是贯穿细胞 负责为细胞输送物质颗粒 线粒体 则是保持整个细胞的世界运转 而保存着DNA的细胞核 它是细胞的中枢 负责成千上万种 拥有不同用途的蛋白质的合成 而病毒虎视丹丹 准备劫持这套系统 以为其所用制造更多的病毒 这也正如科幻小说中描述的一样 这是一个关于 人类细胞于腺病毒 争夺人体DNA的控制权 并持续了数以年的战争故事 取材于对细胞的最新发现 那这部惊心动魄的纪录片 第一次将我们带入 人类细胞绚丽的内部世界 它带给了我们以下的启示 细胞是生物体基本的结构和功能单位 如同一个小宇宙 细胞分离之后 每个细胞又不是一样的 又各自发展 这样就出现了无数的平行空间 细胞的遗传性和复制性 就如同穿越时空的过去和未来 每个细胞含有23对的染色体 这些染色体是由超过31个碱基队的 含有2万个基因 线粒体看上去像细菌 是细胞内微小的细胞器 它是活细胞里微小的发电机 生产我们几乎所有的能量 它就如同星际探险的飞船一般 RNA聚合酶 它以DNA为模板 通过磷酸二指剑 把三磷酸核糖核干 聚合成RNA的酶 在复制自己的过程中 它的行为很奇怪 停停顿顿 经常休息 而核干酸则各就各位 排列聚合 忙碌不已 还有就是驱动蛋白 它是一种马达蛋白 与细胞核内的物质运输有关 展现行走的力量 它能利用能量驱动自身 及所携带的货物分子 沿微管运动 RNA的复制 就是以DNA为模板 合成了RNA的 如果说DNA对蛋白来说 是一张图纸 那么RNA就是能够下达指令的建筑商 当病菌侵入人体的体内时 白细胞能通过变形 而穿过毛细血管壁 集中到病菌的入侵部位 这个就像是在穿越时空的隧道 而大脑的神经元细胞 又实时创建记忆 犹如星空一般难忘 细胞就像是一个生命 其实人也是地球的细胞 地球环绕的大气层 在大气层包裹的泡泡里 也是太阳系的一个细胞 而太阳系也包裹在一个泡泡里 也是一个银河系的细胞 甚至银河系也处在宇宙的一个空洞里 也是宇宙的一个细胞而已 大家还记得旁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吗 话说天地之初一片混沌 宇宙犹如鸡卵 其中诞生了一位巨人 他挥舞手中的开天巨斧 口中不断呐喊 终于使天地分离 形成了现在的宇宙 虽然这只是一个神话传说 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竟然与现代科学家所发现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自然》杂志发表过一篇有关 太阳系周围空间结构的研究论文 称地球所在的太阳系 是位于一个巨大的形似气泡的空腔中 且位置恰好就是位于气泡空腔的中心位置 那为了揭示太阳系的由来 哈佛大学的科学家们 利用了太空望远镜 展示了太阳系周围 1400光年范围内的情况 并且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太阳系处在一个直径为 1000光年的巨大的气泡内 这个巨大的气泡 是由古老的恒星发生了超新星爆炸之后形成的 那太阳系恰好就位于这个太空气泡的正中央 还有几颗恒星是处于气泡的边缘区 这个气泡又被称为氢壁 科学家们说 这个氢壁是太阳系的外部边界 也是太阳风结束的地方 那在我们这个星系中啊 有太多的物质因为太阳风的挤压 而逐渐距离太阳是越来越远 在达到一定的距离之后 便形成了一个肉眼可见的边界 它的里面不但包含了各种神秘的物质尘埃 还有大量的氢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 其实在太阳系的外部里 还有一个稍小一点的气泡结构 被称之为日球层 我们在地球上的热 其实不来自太阳的那期节目中呢 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些关于日球层的知识点 那日球层它就是糖释放的高能粒子 与星际空间中的粒子相互作用时产生的一个结构 太阳高能粒子在远离太阳一定距离之后 其速度呢会慢慢的停滞 从而在一定的区域内不断的积累 形成了一道类似屏障的结构 这个结构就将整个的太阳系包裹了起来 并将星际空间中的高能粒子阻挡在外 旅行者一号和二号探测器曾分别于2012年和2018年 对日球层进行了探测 之后科学家们经过分析研究 确定了日球层顶的大致边缘 日球层边缘离地球大概是120个天文单位 如果我们大家从远处来观测的话 那就不难发现 太阳系的外围先是一个日球层 日球层之外是一个极有可能是球状形体的奥尔特云 在此之外居然又是一个巨大的空腔气泡 那如此看来极其像是一个巨型的积卵 其实就是一个细胞啊 日前研究人员发现银河系似乎占据了一个 直径大约20亿光年的巨大空洞 这个广袤的宇宙深渊 在此之前曾经有科学家从理论上进行过预言 但最新的观测似乎能够首次确认这个理论 专家们相信这一个巨大的宇宙空洞 正是地球上之所以能够出现生命的原因之一 另外地球上之所以能够产生出生命 很重要的一点是得益于我们所处的宇宙空间环境 较为安全稳定造成的 因此我们的星球不至于被周围存在的黑洞吞噬 或是遭受脉冲星超新星等等这些剧烈的爆发性天体的冲击 美国的康塞威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专家们发现 我们的银河系似乎存在于一个巨大的宇宙物质纤维网络之间的一处巨大的空间之中 这也就是说呢我们似乎存在于宇宙中的一个静谱之处远离尘销 这一点或许将可以帮助我们回答一些有关于宇宙于生命的基础问题 在此之前天体物理学家们使用不同的手段对宇宙膨胀的速度进行了测量 最后得到的结果之间是存在一些差异的 而此次的真相发现或许将有助于我们解释这样的差异产生的原因 威斯康庆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天文系本科生霍西特是这项发现的第一作者 他在几天前举行的美国天文学会会议上就相关发现做了报告 他说不管你使用了什么样的技术 关于宇宙晶天膨胀的速度你都是应该得到相同的数值的 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幸运的是意识到我们存在于一个空洞之中将帮助解决这种不一致性 事实上科学家们最早提出银河系可能存在于一个巨大的宇宙空洞中的时间 还是在2013年的时候 那当时的科学家们就意识到了 银河系周围的空间内的星系恒星和行星的数量似乎是远远少于了预期 这一空洞的区域被命名为KBC 是以这项发现背后的三位科学家们的名字的首字母命名的 那么宇宙中是否还有其他的气泡呢 答案是肯定的 宇宙中存在着许多的气泡 而且几乎每个气泡的中心的位置都有一颗恒星 这种一颗恒星在中间气泡在四周的结构向极了细胞组织 最后呢 秦文想在这里总结一句 也许洞察微观更耿微观的世界才是我们真正能够解开我们这个世界真相的唯一钥匙 好了亲爱的伙伴们天马行空天上地下街头像说真实的神话现必由你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